你的铃铛头,我是Lulu 这个铃铛,我是猪人 怎么了,今天就是来到了2月20号的一个早上了 那昨天晚上好像就是有下了一些毛毛的细水 今天早上感觉就是有一点冷冷的 嗯,是的,那这个天气嘛 好像是听说马来西亚这几天都会比较极端,对不对 怎么说比较极端 就是大概太阳会很大 然后下一天就会下得很猛 这是我前几天读到的这个天气一个报告出来的啦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中午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特别热一些 但是过后一下子可能就天会比较阴凉一些下来 然后不小心过不久他就会直接就下雨 而下雨他也不会讲说是他下得特别多 就可能就下一下然后就停了 嗯哼,那这几天这样的天气是不是不适合就是上街游行呢 上街游行,那我觉得还是要看地点 看你对这个游行的诉求有多少吧 嗯哼,在西班牙就有大约16万人就走上了街头 他们就以这个行动去支持说要要求这个政府去履行他们之前在欧盟的这个协议要收留一万六千名的难民 这个外电也有消息就指出说这一次的游行活动是由巴塞罗那的一个市政府和多个民间组织那里同时的呼吁而成的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这个游行也得到了大批的这个市民的参与和消息 嗯,是的,那巴塞罗那的警方就估算了就是大约有超过16万名的民众是参加游行的示威 而这个地区呢,这个市场住居民呢,则有165万人 也就相当于有将近10万之一的居民呢,是参加了这一项难民的行动 那这个难民的行动首先是由谁发起的呢 就是这个巴塞罗那的第一位女市长,左翼政治家卡洛 他就曾经公开呼吁市民上街 他希望呢,就是在他们用这个我们希望欢迎他们的这个口号之下呢 向西班牙政府示威要求旅行呢 这个之前曾向欧盟宣称要接待难民的这个承诺 这个西班牙也算是属于在欧洲的其中一个国家之一嘛 那去之前呢,这个在瑞典呢,可以更接受这个穆斯林 然后更接受难民的这个态度以后呢,西班牙还有这个态度 那我们一直都在担心说这个 随着全世界越来越反这个全球化 那基本上在欧洲很多国家都不接受难民 第一手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嘛 因为德国接受了这么多难民 然后好像又发生了好几起的恐怖事件了以后 造成了许多这些欧洲国家都对穆斯林或者是这些难民呢 感到是恐慌的 就心里是怕怕的这样子 那甚至在法国呢,就是有 就是不希望呢,这个自己的人民呢 是有这个宗教的这个特征出现的 包括这个,他们穆斯林去游泳不能穿Burguini 又或者是天主教的人 不可以你就是挂来这个十字架啊等等的这些措施 那现在呢,西班牙人呢 有16万人上街 也就是相等于这个市的十分之一的居民上街 支持这项难民活动 我觉得这是算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行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 我们就是被关于一个思想 我们有上道德课 我们就是被关于这个思想 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包容 那我们在别人有帮助的时候 我们应该学习去救助 而不是就是可能就是到 这个,这个,我们随着我们成长 而逐渐把这个道德的这个价值观 给遗弃,给抛弃 那可能你们会说就是说 这个火不是烧到你自己身上 你不知道那个痛的滋味是什么 那个,你没有接受难民 你不知道难民可能会create了 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麻烦还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这个同理之心不是不可无吗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收容之心应该要有吗 那这个,他们也就是 他们这个西班牙的人呢 也因为就是 对这些难民呢 在地中海上生的这些难民 还有其救护护者呢 也是有哀悼之情的 所以呢 呃,这名西班牙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有可能 第一点是每个国家民情不一样 可能对于西班牙或者是瑞典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对于呃,整个呃 呃,呃,就是这些难民呢 是更有收容之心的 我觉得可能是每个国家民情也不一样的 说字吧 是,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的这个民众 他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榜样 就是告诉其他的那些国家 讲说,呃,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愿意接受别人 愿意接受他们的到来 也愿意让他们有一个重生的机会 因为很多很多的国家 他们已经是开始抗拒了 开始抗拒 甚至是讲说是直接的 就是反对他们过 就去到他们的国家 让这些难民有重生的机会 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难民 其实也不是他们想要的 而是他们的国家 可能出生 发生了一些事情 发生一些战争啊 内战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以后他们才成为难民 他们根本也不想要选择这个身份啊 所以当如果有一个国家 他们真的是愿意去接受他们的话 我觉得他给予的是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也让这个世界的人觉得讲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还有爱的 而不是一味的让我们觉得讲说 这世界就是这么残忍 你的国家发生事情 那就是你家的事情啊 就不关我们的事情啊 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应该要向这一个 西班牙的这些市民去学习一下 让这个世界更有爱 是的 那这个 收留这个难民 确实是更有爱的一个行为 但是相对的 我也是比较支持的 就是说这个政府呢 在接受难民以前 最好是有一项 呃就是一列一列的这个呃 难民的这个收留措施 以免就是到了以后又有什么情况发生的时候呢 政府是措手不及的 像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曾经就对于自己的难民政策有疏忽而感到非常的 就是抱歉 然后也希望就是可以呃 就是以希望这个道歉来或者是加强这个难民措施 呃就是把这些流失的选票给赢回来 所以呢呃接受难民当然是好的 但是呃相对于的这个政府呢 也要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措施 确保你接受难民 但是又可以保障自己市民的安全 那也是呢 也可以保障这个难民的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 而不是一昧的收留 但是呢 却忽视了这个难民的问题 所以收留难民有等等好几样的事情是呃 需要去思考的 也需要去做准备的 那所以就希望这个政府呢 呃可能可以听听一下人民的诉求 可能也接受一下这个难民 但是呃这些你必须要做好更好的准备吧 那呃当然这个呃西班牙接受难民 但是美国这方面呢 却是禁止了七个穆斯林的国家的 包括难民还有他们的人民呢 进来买呃进来这个美国呢 那这个人发号失令的呢 就是川普 那当然川普也因为这一项 这一系列的这些禁令啊 又或者是他自己的这些行为啊 等等这些问题 而就是被媒体呢 可能就是有批评还是什么的 那这个川普呢 之前就搞了一个集会 那这个集会呢 是在佛罗里达举行这个造势活动 重申个人政治承诺呢 并持续攻击不老实的媒体 那当天呢 这个特朗普和他的妻子 马尼拉亚 马尼拉 马尼 马拉尼亚 就在佛罗里达中呢 呃受到了这个数千名支持者的这个欢迎 那在佛罗里达中呢 其实也是川普那时候 呃赢得选举的 满 赢得蛮多选举的一个州 那现在他就回去 继续还有这个造势活动 那就是说了 白宫就说这场活动呢 是为美国人举行的造势活动 是这个特朗普 其实他在这个飞机场 疫情下的时候 他就得到了一大批的这些群众啊 他们就有举牌啊 或者是就高喊 讲说呃 我希望跟朋友跟民众在一起 然后也赞扬他说 这个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一个行动 他也有这个 川普他也有向这些支持者就有表示说 这些媒体他们的报道是一直都是有 根据一些没有没有经过证实的一些报道 然后有一些新闻或者是消息都是比较是造假和假的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去相信这些报道的真实性 结果就有一大批的这些媒体就造成了这个社会的问题 也是这个体制腐败的其中一部分 嗯是 那那他这个也是长篇大论的大妈媒体 就是说我们没有 我们我希望在没有假新闻的孤立之下 跟你们发表谈话 那呃 其实现在这个白宫政府跟媒体的关系呢 算是闹得挺僵的 那这个媒体这方面 呃 就是有一篇评论里曾经有出现过 就是这个 到底呃 这个川普呢 挑战这个媒体呢 可以不可以挑战成功 那事实上呢 他那这个媒体呢 曾经也就是担心 美国的媒体也担心 就是说呃 会不会这个白宫呢 只选择呃 报道好的东西的媒体呢 就让他进去 就是让他呃 报道这个白宫 那如果是呃 他不相信的媒体呢 就是不要邀请他 像是CNN 那这些CNN 这个有线电视啊 或者是呃 还有还有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等等的这些 都是被呃 这个川普给ban了 然后甚至 就是这个CNN 当场提问问题的时候 就被川普回绝说呃 回绝 不要回答他的问题 那现在呢 这个川普呢 反而又把这个比较 极右的一个呃 网站呢 就是这个新闻网站呃 就是这个新闻网站 通常他们po的是什么呢 他们po的就是好像就是呃 反全球化啊 又或者是反穆斯林啊 进穆斯林 入境美国啊 等等这些新闻呢 白宫呢 就是把他纳入为 就是重要媒体 就是邀请这个媒体 每次如果有新闻发布 他就把他发布过来 所以很很可以见得的就是呢 现在呢 这个政府呃 这个呃 川普的这个政府呢 就是把这些 他他觉得对他有利的 这个新闻呢 对他有利的这个媒体呢 呃 就是邀请进来 然后报答这些新闻 那对自己不利的新闻呢 对对自己不利的这些媒体呢 他就是呃 碰击他 然后就说呃 你们都是在报道假新闻 什么的 那其实我很好奇的事情是 怎么分辨假新闻和真新闻呢 当然媒体这方面呢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立场所存在 那我也是可以看得出 就是媒体呢 其实都是不想特朗普很久了 那每次都是写关于他可能 比较呃 不好的新闻还是什么的 那现在呢 这个川普想要挑战媒体 想要挑战媒体 挑战媒体的自由度 甚至呢 很有可能就是想要 就是让媒体收声 那让媒体真正收声 在美国这件事情是做得到嘛 那我相信这个在美国 美国这方面是呃 很难做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美国呢 如果呃 是关于到这个媒体的 这个自由发声度啊 或者是关于到呃 这个宗教啊 个人发声自由啊 这些等等的 其实国会呢 是不能修改那个法律的 所以呢 单靠这个川普的能力 能量 要让媒体收声呢 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呃 现在呢 这个媒体呢 他就是呃 跟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 是呃 对立的话 对媒体这个这个形象来说 是一件好事吗 相对的 很有可能呢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民众呢 很有可能就觉得说 媒体呢 是各独立的 他不是为政府呢 去报道这个新闻的 所以他的这个新闻 所报道出来的 更有可能就是 更有价值存在 那呃 更有价值存在 更有新闻价值存在 也这个这个信誉度呢 也大大提高 你就很有可能 你不是为了这个政府 所发声吧 而是你为他所说的事情 呃 就是所做的事情 进行这个评论 那事实上呢 这个白宫呢 一直碰击这些主流媒体呢 说 现在有很多恐怖行动啊 然后你都不好好去报道 你一直去报道 关于我不好的这个部分 那像是呃 之前白宫就是有列出了 78个呃 这个媒体呢 没有列出了这个恐怖行动 没有好好的报道 结果就被CNN啊 或者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啊 打脸 怎么打脸呢 就是把他们这个报道呢 整理出来 然后摆出来 就是给大家看 我们这个报道也有在做 但是呢 这个川普的这些新闻 我们也是在跟踪 那呃 之前这个华尔街日报 也是Amazon的这个老板呢 呃 就是得 川普觉得说 他就是呃 发放了这个假新闻 就包括可能是报道他跟这个俄罗斯的 又或者是这个呃 费林跟这个俄罗斯的 我不太记得了 那这个呃 这个川普呢 就说了这个会对Amazon进行报复 也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老板会进行报复 那怎么报复法呢 就是可能加重这个税啊等等的 他这个行为呢 反而就是会让人更担心 就是说呃 会让人更更看了 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私人的情绪就是套用在呃 这么一个事情上 也更让人看到川普可能就觉得说呃 怎么这个川普呢 是就是呃 私事跟公事呢 是没有办法去分裂了 呃 去呃 分开的 那是不是这个总统呢 很适合当总统呢 那这个总统呢 是不是又有精神病呢 呃 我觉得应该不算是他有精神病啦 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就 现在的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想要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 呃 还有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 所以 关于这个假新闻跟真新闻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以很个人的想法去想吧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一件事情 可能你会觉得那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其实它可能真的发生 只是你不愿意去相信啊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假新闻跟真新闻 还是要自己去考量还有去思考的 那对于这个川普 他到底是不是有病 是不是真的适合做总统呢 就是在美国有一些精神病的学家 他们就认为讲说这个总统是有病 不适合当总统 并且他们在网上就请愿就讲说 要寻求罢免他 他们也找了大概呃 两万 二点五万人去签署这一个活动 呃 就是要证明这个川普是有病的 然后也要以这个民众的力量 把他给拉下台 嗯 是的 那这个请愿网站呢 请愿网站 就说这个川普呢 是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的 那这些请愿的人是谁呢 这些签名者说 他们是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 要求参议员输默 寻求罢免川普 指这个宪法呢 是有条文表明 如果总统无法履行他的职权的话 可以由别人取代 但是问题在于哪里呢 问题在于 这些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的 到底背后是谁呢 那又有谁可以证明他们 是真的心理健康呢 那呃 这个请愿的书呢 是由这个呃 呃 约翰斯霍普京斯医院心理治疗师 John Gardner建立的 那内容没有说明 为什么说特朗普与严重的疾病 呃 疾病 那刚刚也说了嘛 也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签名 签名者呢 是真的是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士 但是呢 这个请愿就显示出 不管是不是专家 大家是一致认为 这个总统精神是有问题 是不适合当总统的 那他们就说 那这个心理治疗师呢 这个John呢 他就说了 这个特朗普呢 是有恶性自恋 那是自恋反社会人格障碍 侵略还有肆虐的混合 问题是呢 呃 这个说特朗普呢 有精神病的人呢 都没有曾经 都没有呃 亲自检查过特朗普 那如果你说他是远程检视嘛 就是你透过他这些行为呢 就觉得说呃 就是裁定 他是有病的 就是证定他是有病的话呢 呃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那个是 不道德不健康的 因为呢 这个是在 1973年美国心理协会呢 就有推出了 高华德法则 就是禁止精神病的学家 没有直接诊断病人之下呢 评论病人的这个情况 那一些精神病学家呢 像是这个John呢 就认为说 特朗普的这个心理状态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是美国总统 所以呢 你可以是远程 去呃 诊断 这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病的 其实我觉得呢 他只是患了一个自恋症啊 就照他们这样子讲说 只是纯粹那个自恋 是属于比较恶性化的一些 呃 自恋有错吗 我不觉得自恋有错啊 很多人都是自恋狂啊 嗯 他不是自恋嘛 我觉得他一般是自恋 我觉得第二个让我感觉 他是嚣张 哈哈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嚣张 但是一个人自恋跟嚣张的话 会是一种精神病嘛 我觉得不算是精神病吧 纯粹只是可能他是过度的自恋 或者是过度的嚣张 那他自恋的话 那可能他就觉得他自己特别帅 特别有能力啊 那嚣张就是因为他有权有钱 什么都有啊 那没有错啊 可是为什么人家就要这样子 你可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诊断一个人有病的话 但我觉得不止他一个人有这一种病 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病症了 嗯 但我相信他的这个自恋呢 不当然只是在于认为自己特别的帅 自己特别的好 我觉得他自恋是在于 他不愿意去听从别人的这个建议 那这个反社会人格障碍呢 其实什么是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就是不觉得自己做错的事情呢 我大概说一下好了 这个反社会人格呢 其实他就是不觉得自己认为做的事情是有错的 像是呢 反社会人格的这一个特征呢 就是他们可能会去偷别人的东西 但是他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理所应该的 为什么他们就觉得说 这个是我们本来就是可以 我只是跟你借着用罢了 我只是拿你东西罢了 我有错嘛 反社会人格 那反社会人格的人呢 不是没有爱 但是呢 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一些我们道德 违反道德的事情 但是他们不认为那是错的 那这是反社会人格的其中一个特种 那侵略和肆虐的这个混合 肆虐的这个混合呢 我相信可能就是对于特朗普的这一串行为是 跟美国民主根深蒂固的那种行为 是有所违反的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像是之前我就说了 美国的这个行为呢 他们崇尚于民主 崇尚于这个说话权自由 崇尚于以道德伦理作为标准 所以他们一直都是那个standard 都是一直在于那个标准 那你如果超越了那个标准 超出了那个标准以后呢 美国人自然而然就会有那种心态 就觉得说那个是不对的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西方文化 那但是随着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在转变 世界一直在不同 包括反社会的话 那包括呢 还有这个极右的这个崛起 那包括呢 还有就是各个国家呢 都是为了个人自己的利益历程呢 开始就是想要终结掉西方的这种民主精神 包括自己美国自己本身呢 也是受过了这种行为 那这个川普呢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行为呢 更加大化 甚至呢 把这个行为带出来给这个社会 那我相信在美国呢 因为这个精神已经隔身低估 虽然呢 现在有很多人追随着这个川普 但是我也相信很多人呢 还是保留着这个民族的这个 民族的这个思想这个行为 所以呢 他们之间呢 就起了一个冲突 那这些人呢 认为川普呢 是有心理疾病的 那是不是川普呢 会因为这个事情呢 进行心理评估治疗呢 我相信川普他不会这么做 那他也会碰击这些人是神经病 他也会碰击呢 这个媒体是神经病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请愿书呢 只是带给 带出来 然后让川普呢 更有一个麻烦 更有一个麻烦 就是呃 要去烦恼啊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找查啦 就是找装啦 就是呃 给川普可能的这个历程不是很好 毕竟呢 我不觉得这些人有错 毕竟呢 他们也是带出了一个问题的存在 那呃 川普的这一系列行为呢 是不是真的有心理疾病 呃 我相信呢 没有真正诊断川普的人呢 你是没有办法 有资格这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把他给带出来了 让我们 人们去想了一下 然后可能 又在呃 去让人更思考一下 这个川普呢 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径 到底是呃 符合道德标准的吗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标准的话 那这个川普呢 他的 他的这个行为呢 是不是真的是当总统呢